人有历史,夫妻也有历史 接下来的十分钟,请随我进入这段不可思议的时间之中 哎呦,又弄错了 哎呦,麻烦死了,再重来一次好了 小山美牙,二十三岁,单身 看来人的个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他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啊 该不会感冒了吧 哎,好臭啊,瓦子的味道怎么洗都洗不掉啊 野员广致,二十九岁,单身 看来人的体质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啊,喂,是我,那个,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在电话里说,好像不太好 所以想约你见个面,明天十点在东京车站的银铃那边等你,拜拜 啊,四月十五日,下午七点二十八分 要穿什么好呢 啊,出现条的个性似乎也没变 天气真不错哎 居然想在海边求婚,他还蛮时髦的嘛 啊,什么 啊,啊,啊,怎么了吗 啊,没事 我们去坐一下吧 嗯 美,美啊 是 哇,真可爱 屈,偏偏在这种时候 什么歌啊 好像是在模仿卡通里的人吧 美啊喜欢小孩吗 哦,嗯,我很喜欢啊 嗯,这也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或许这些孩子来得正好哎 孩子真的很可爱 我想要很多小孩 啊,我也是 美啊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棒的好妈妈 这,这,真的吗 我早就已经决定 如果以后当妈妈的话 绝对不会责骂孩子哦 啊 随时都以笑容面对孩子 绝对不会打骂他们 是吗 我也想变成一个可靠的爸爸 假日的时候 尽情陪孩子玩耍 一起去钓鱼 一起去露营 哇,真好哎 他们两人当时都很年轻 大哥哥和大姐姐是男女朋友吗 啊 你听到哪里了 哈哈哈哈 差不多到上野动物园吧 哈哈哈哈 好冷的笑话 对不起哦 今天你要向他纠纷吧 应该是求婚才对了 啊 救手 快点求婚 快点求婚 在我们面前试试看吧 哎 哎 我以后想客户 啊 啊 错过了说出口的时机 哎 那些可恶的小坏 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我完全就像个大叔一样吗 就是说嘛 慧姐 都怪那些小鬼来搅局 不过这样不是正好 你不是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嗯 虽然是这样没错了 你不用着急啦 我才没有着急呢 哎 还是通话中啊 在电话里面说还是不太好吧 不行 这次打通的话 我一定要开口求婚 刚才那句话当我没说 为了散散心 我们去泡温泉吧 你可以请您休假吧 好主意 那就马上去吧 你明天可以请假吗 那个 请帮我转接总务课的小山美牙小姐 小山小姐今天休假没上班哦 好像跟谁去旅行了吧 哎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目前无法接听您的电话 请在B声之后留言 哎 已经三天里落不到人了 老 �ione 那么 laid